所以解梦的第一条件是怎样? 没错 接着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联想 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曹操也行 曹操代表什么人 有些东西在那里输解不了 你会想起那些 人穷会施舊债 你没有钱就想起谁欠我钱 你失戀自然就施舊情 好 又是喜趣看上王的时间 有我Apple 还有呂sir 还有玩我音小师妹 Hello 大家好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集 就记得要like 订阅我们 喜趣台youtube和facebook page 有什么缘学的问题 我们上集说到解梦 整天都会发梦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今集又开始说如何解梦 是吗?sir 上次我们说过解梦有很多 第一日有所思日有所梦 另外有可能是私人报梦 另外传统中国人认为可以预示将来 另外我们说简单周公解梦的方向 不同的物事会代表不同的东西 另外就是西方 例如佛洛伊德、荣革那些解梦书都有说 那些梦境是潜意识的反应 就是你会释放压力出来 另外有个比较我自己比较早看到的就是列子 列子珠穆王 我想比较少说些 列子珠穆王篇里面有说到梦境那些东西 但是他特别是说到他人在意识里面 就是反映到身体的状况 这个是比较少人去说的 但是我觉得也挺有用的 我自己理解到 至少我自己知道自己的状况好不好 就好像说 那些人比较稠一点 比较稠一点都不同的 因为他将 列子里面一早已经说了 人在现世间醒的时候出现的状况 就会在梦境里面交调出来 就是他说那种不同的情况 就是他 哀乐生死 情绪 或者 旧事 得失 都会反映到梦境 是 那怎么去 有什么不同 就简单 就像我 上次听你说 小时候我梦到他飞 是的 飞 你一般来说人的身体 虚和实是会不同 你常常都梦见自己会飞 会飘 很开心 其实这个人很虚 虚防 身体相对来说 有武力 虚弱的情况 是 这些是不吉利的 所以你长期 你补充身体的药 这些是其中一种东西 另外就是 你说 我会飞 有时候怎样呢 有些人会梦到 涉水 在海里 涉水 是 你阴重 濕气重 反过来 有些人梦到火 梦到火 有几种的说法 火有些解法 好像周公解梦有些说 会得财 其实我告诉你 有人很吵 你看到有 还有 你在地上出火 是 身体不健康的表证 OK 火很吵 特别是心脏 血液 这是大家不可不惭 这是我认真提醒大家 梦境里面 会出现的 另外就是 例如你很饱 你很足够的东西 你会施育给人 你不够 拿别人 这个身体的状况 你够和不够 所以 你如果是 人很虚 飞扬 又或者怎么样 又会在梦里面 整天都会 飘浮不安 你注意身体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 你如果说 最典型的 梦到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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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因为 无论 中西方 都是蛇的一个代表物 蛇 比如西方禁果 蛇 就是禁果 所以大有性的味道 女人遇到 有这样的情况 另外就是 你要注意到 你会不会 有些不安 你可能 被一条皮线 都会这样 所以你要注意到 我们的情况 另外就是 你如果 刚才说 人猛疹 暴躁 你梦见杀生 大家就是说 梦见杀生的人 就是阳火过盛 或者是暴躁不安 你这个人 注意身体 你不要看到杀生 你真的要 留意自己的身体情况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另外 另外 里面还有很多 就是 例如你 梦见自己 暴躁暴食 都要注意 你乱吃东西 在什么 小心 有病 先兆你 身体出现了危机 先兆 另外 你 喝酒 在梦喝酒 可能有些优秀的情况 跳舞 可能宣示 有些不开心的东西 要宣示出 这个就是 很早 列子 已经将我们 过去的东西 不是 我上次说的 佛洛伊德 那些 荣家 那些 已经是给我们列子辞 列子是什么人 春秋战国 战国的时候 他已经有 所以 很早 已经说了 我们是 将 梦境里面的东西 其实是和我们身体的形神 和外在环境结合了 所以我们 将自己的情况 反映出来 这个我很早发现了 挺好的 所以说 是 你自己个人清醒的时候 你自然会忘记梦境 你不会流传 所以你有没有梦境 你不记得反而好事 这样的 你多梦难眠 就像小师妹 我记得说 是什么 是 快梦都想着 股票 钱那些 精神状况都不好 你睡得不好 不够睡 这个就敢有 但是偶然间发现 半个梦没有影响 没有事 梦境也是宣洩的 我们未说那么多 一定要教人解梦 一定要 要黏醉 小师妹要准备 我们解梦 好吗 准备解梦 简单来说 解梦 我们自我解梦 有个次序 纯中式 你最好准备好 你读多一些解梦相关习书 准备解梦要看 另外 佛罗伊德 可以看其中一本 但是 荣格那本一定要看 荣格那本要看 简单来说 他会说得到 给你听 他说到给你听 梦境 是象征到 将你潜意识的内容 扔出来 将你 焦虑害怕或者不想面对的东西 会浮现出来 所以我们要归纳 所以梦境里面的东西 要资料要清晰 包括环境事件 你要再去思考 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感情和感官 是 所以解梦第一个条件是怎样 就是要发梦 没错 没梦是没得解的 没错 发梦 第一件事就是要 将那些梦记下来 以前 很早有些人会说 留下纸笔 现在不用 你录下它 是 你可以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一次发梦 其实我们很多 可能发四五个梦 是 两三个 有时你中间睡醒了 睡下去就可以咸接到 是 有时又咸接不到 有不同的梦 所以我们通常 你会不记得的 你睡醒了 前面记得有个梦 似曾相识 但是好像不完成 有些梦 半夜你记得 第二天不记得 有些早上记得 不记得 所以如果你想分析 你先要记下它 记下它 将梦记下 就要 使用电话 再录下它 是不是 你如果 不好的话 画公仔好 就画低它 射低它 但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个小学的时候 有个梦 到今天也记得 这么严重 是 我怕说你现在 大家想知道 好了 那你记下了梦 有时梦境里面 刚才说你第一件事 快梦 第二件事 最重要是记下梦 记下梦 梦境有很多 不合理的东西 是 比如刚才说你飞 是 可能我们会做明星 或者是做皇帝 可能很合理的 做明星 这是一个例子 是 有些是合理不合理 包括我们 好像我之前说的 有些人会梦到外星人沟通 这些 即使多荒谬都好 你一定要仔细微述 比如好像我问的小朋友 你究竟 你梦到有外星人 是外星人跟你说话 还是跟别人说话 是吧 穿什么衣服 你跑步的时候 穿什么衣服 你穿着礼服跑 跑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 巨细无畏 要怎样 仔细记述环境 比如你同样是跑步 你在哪里跑 是吧 你在街市跑 在运动场跑 不是两件事 有没有一些荒谬的东西 比如你飞都要飞到哪里 你飞大峡谷 还是飞街市 是吧 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记述的行为 和那个地方 然后你才可以知道 这个象徵意义 因为很多时候 它的象徵意义 是将你某些记忆 和某些部分 拿出来 所以 接着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联想 联想就是思考 那你联想的是什么呢 包括 环境 人物 然后去引申的象徵意义 比如举个例子 你可以梦到曹操也可以 是吧 他肯定不是曹操 那这个你一定要联想 曹操代表什么人 即是可能他是谁 明白 你发展一个梦境 那究竟那个 可能不是外星人 这个梦见一个魔鬼 这样 我上次说的 有些最典型的梦 被人追 追 追你是什么追 应该如果 是债主 还是会不会是欠人钱 是吧 他代表 又或者他心里面觉得 那个追尽他的怪物 是代表什么 他一定要自己去象征 对 他会清晰的 是吧 他会清晰的 是吧 一定是他自己 比如我说给他听 我妈找一个解梦 就是他回不了家 我就问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不是你一个人回不了家 还是有人跟你一起 有人 我说那个人 说什么 要慢慢谈 我说 其实那个人说 带他回家 结果 带不到他回家 OK 我说 那你肯定知道 那个人带不到你回家 你又不会回家 就是你有些目标 想做 而做不到 还有那个人 误导了你 我说 最近被什么人欺骗 很不开心 这件事件 就联想到了 就是有个人 去欺骗了他一些东西 令到他达不到他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 我说 这个梦境 你是不是经常发 还是怎样 会不会纏绕 我怕他经常发 他说 以前发过 隔了很久 又回来 我就知道 你以前想做这件事 现在 又要想做多一次 以前做不到 肯定 现在又想做 接着呢 你的私隐关系 就牵涉到他 他说不想说 我解释了 知道答案 其实 你其实想做的事 当然是做不到 你想做的事 被人找了笨 这些就是我说的环境 好了 接着就是 我们 说完 我们联想到环境之后 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知道自己 过去或者近日 发生的事 就是你说 可能这件事 可能很久 如果这些有 西方那些说 可能小时候发生的事 现在都会梦 是吗 我经常想起 以前 我以前住过的环境 我发梦的场景 经常都在那里 那为什么 自然那是某些东西的源头 在那里带给你的问题 你经常都会想到那里 可能那里很开心 如果那里很开心 你现在遇到一些困难 你便想到那里 你便觉得 好像那里也挺好 如果反过来 你有些东西 在那里 你便想起那些 就是好像人穷会施旧债 是吗 你没有钱 你便想起谁欠我钱 那你失戀 自然就是施旧情 你想起 那个人也挺好的 其实 没有那个臭佬那么臭 这些东西 是吗 这些东西我们会找到 那我们不想说出来 会怎样 因为钱要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最后怎样 呢 联系一些东西 刚才说 将我们旧日的东西 结合回现在 那你如果不牵连到一齐 你分析不到 是 即使你现在 你要等钱花 或者我现在 我的大生意想做 又未做到 那你要怎样 梦境会释放出来 那你于是乎 你联系了 你便知道有个结论 就是简单 我最近 发梦在街上 无端端被人 告票 被人告票 是 无端端发梦被告票 是 在街上 无端端被告票 又不是开车 又不是什么 我知道了 是吗 是吗 因为我有个行为 要准备 就是可能在街上 有些个抄牌 即是我有个买车的压力 所以这个就会释放出来 我不想说不买 我又不想做这件事 你明白吗 想不到我发过这个梦 我自己和自己分析 就知道 原来这件事令我很有压力 你担心买车 駕车会抄牌 明白 我不是专专駕车抄牌 我直接不想做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就是感觉 令我无端端好像 无端端走过会被人 围迷蒙蒙的人 我要付钱 这个是这样的例子 小小妹有没有发梦 有 现在发梦是如何 不是有很多梦 我真的不太记得很多梦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 不过有一种梦 好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常常都会在梦里面 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例如我假设 很简单 想找一个人 打几个打不到给一个人 怎样打 一个号码不对 还是怎样拼不通 但你是很想做那件事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总之常常都会出现梦境 就是很想做那件事 就有很多东西令我做不到 这和迷路其中一个方向 是 所以我说最多人发生的梦 就是包括 你有些东西达不到的东西 例如我刚刚说 就是说回不了家的例子 又或者是 你在一个地方重复的兜圈 在森林 或者有些屋邨 是 上下楼梯 常常都走来走去都回不了 这些很明显是 你想做的东西 达不到 或者对前面有些事 你想进行 走不了也不到 正好就是小小姐 你想打电话 找那些人 找不到 你刚刚说 不能完成你的事 你刚刚说令我惊喜 例如我刚才说 我不是有个梦 我说是小时候发生 到今天都记得 开枯了 真的想知道 那梦是奇怪的 我记得小时候住屋邨 那梦是不知何时 我会 吸进去 坑渠窿 吸进去 去了奇幻世界 里面太西枝 我就不记得 但是那一刻 令我突然吓醒了 我的人就惊醒了 你是怕还是快乐 不快乐 是小时候 很多年前 很小 很明显 你在那地方 你的坑渠附近 是玩的地方 是的 我应该去了 别人的 同屋邨 其他依依的家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坑渠吸了我进去 是 你好像爱丽丝 无人仙境 去了其幻世界 去了其他地方 不知道是否看得到 你小时候 其中一个 很明显 另外就是 你对环境的问题 你想改变环境 可能是 你想有些过程 令到你转变环境 某些程度 你对原来的环境 可能有点不满意 都试较多年 你再去转变 转变到一个奇幻 或者 奇幻 即是我们仙环仙境 是什么 给到一个幻想 是 有些空间 可以发挥到 是 不会这么局限 梦境 或者是 梦游仙境 也好 即是可以给到一个 新生的新机 另一个平台 给到一个机会 去改变这些事件 明白 就变成不是单一 不是局限 这些便可以帮你转变 但是 刚才说 譬如突然间 扎醒 会不会有什么玄机 看看你什么 梦扎醒 譬如我都说 比之前说的鬼怪追 最典型的那些 都是你来生有些恐惧 OK 你一定有东西 你被人追也好 那些恐惧也会发生 另外就是 你遇到什么事件 譬如我们说的 周公解梦里面不同的事物 是被雷惊醒 或者真的 发生原来 噢 睡醒真的是行雷 是 那就不同了 如果不是的 在梦境里面 可能是因为乌云 行雷可能有一些 你担忧的事情会发生 我可以简单告诉大家 我们要去解释 就是 我们梦境的事情 通常不会是直接的 是间接一些的 它会反映到 密事的 就是一些事件会牵连到 你梦见过 旧同学 旧同学可能是 那个同学 可能代表了一些事件 我真的梦过 你梦见过 那个同学 完全不理解 不是很好的朋友 总之是同一班一年 但是突然在梦里出现 我叫着他 很奇怪 它是一个例子 它可能代表什么 环境 人物 比如有些 旧同事 最典型的 你做事 即是你想有些新的 或者旧的 或者怀念旧的工作 或者旧的环境 可能你目前对目前 有些不满 或者求转变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就是我们 对未来有些憧憬 我们会有些很陌生的人物 或者我们有些事想做 想发展 都会在这个梦境出现 最典型就是 压力一重复 你一重复梦境 你就知道什么事 你就知道有些困扰 你那个旧同学 是不是经常出现 真的不是 还有一个梦 我以前小时经常都发 就是很短的 就是要是我走楼梯 下去很害怕摸到 第二个就是 会突然之间 一走楼梯跌一跌 那一刻醒了 走楼梯跌一跌 你很明显就是 床上的脚吊住 你记得我们说床 如果跌跌下去 我不一定是否有跌 但总之常会出现 就是蛋那一刻 不醒之后 就发现自己是跌出 那一刻蛋 醒一醒 我以前睡屋下的床 都是这样的 常常会跌跌下去 在懸崖又跌下去 原来真的跌了半边的床 真的 等于小朋友发梦 我再说 没错 泥尿 泥尿 那是这样的意思 人神的这种 可以吗 有机会我可以再说 一些不同的事 或者我们的网友 如果大家有发现 什么奇特的梦 都可以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还有要记得 like这条片 subscribe share我们 喜趣台语 和Facebook page 或者留言告诉我们 发现什么梦 最近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们一起聊聊天 好了 今集说到这里 下周见 拜拜 拜拜